哈喽大家好我是马克 欢迎回到马克时空 美国国防部8月28号宣布 未来两年内将部署数以千计的无人机 用以对抗中共在军事人员和装备上的数量优势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在华府宣布了 这项名为复制器的计划 将加速美国军方过往过于缓慢的核心步伐 并将发挥较小型更聪明低成本 而且高数量的武器平台杠杆的作用 最近乌克兰对俄国发动了频繁的无人机攻势 让俄军付出了巨大代价 8月29号晚俄国媒体说 由于无人机大规模袭击 莫斯科 图拉 蒂佩兹克 鲍尔约尔和卡鲁加州的多个机场被迫关闭 塔斯社说乌克兰使用20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普斯科夫机场 俄军4架伊尔76运输机被破坏引发大火 这四架伊尔76运输机就价值约4.4亿美元 8月27号乌克兰刚刚用无人机袭击了俄国库尔斯克的哈利诺军用机场 摧毁了五架战斗机和两套防空系统 可以说这一个星期里 乌军用无人机在俄国境内创造了辉煌的战果 初步达到了让战火在俄罗斯境内燃烧的战略企图 莫斯克也恼羞成怒在30号大动干火的对基辅发动了今年春季以来最大规模的联合攻击 但发射的28枚巡洋导弹都被拦截了 而16架自杀式无人机只有一架漏网 造成了至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 一方面可以看出基辅的防空网非常严密 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俄军远程精准打击越来越难以奏效 在俄战场上大量廉价无人机获得了空前的使用 微小型无人机巡洋弹成了前线作战的千里眼和精准炸弹 在一年半的作战中对无人机的消耗也非常巨大 前线用于侦查和投掷微小炸弹的四旋翼商用无人机 一般只飞几次就会损失掉 而巡洋弹则是有去无回了 属于一次性消耗品 乌克兰计划要在一年内生产和采购约20万架军用无人机 这个数量是非常惊人的 主要是因为乌克兰没有太多的进攻手段 主要依靠无人机来发动进攻 乌克兰已经拨出400亿赫里夫纳 大约10.8亿美元用于无人机的研发和生产 目前已经承包生产了大约22000架攻击无人机 乌克兰部队目前平均每天都会损失40到45架各种侦查无人机 还不包括巡洋弹和航程更远的自杀式无人机 在俄乌战场上 虽然精确制导的弹药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同样消耗巨大 西方能支援给乌克兰的精确弹药 深受库存和产能的限制 这些都提醒了西方国家 不能只追求武器的技术优势 如果要打一场高强度长时间消耗巨大的战争 还需要在数量上也有优势 这就需要有更多的军火商加入供应链 而不是由少数军火商垄断产能 虽然美国在高端无人机上拥有技术优势 但在数量上并没有优势 于是才有了复制器计划 要以量取胜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美军急需加强的无人机 在二战期间 美国的军工产能空前爆发 生产了巨量的飞机 坦克大炮和军舰 供应了整个同盟国 但这样的巨大产能早已不见了 由于武器使用了越来越多的高科技 不仅成本越来越高 而且能掌握这些高端技术的公司 也寥寥无几 最后只剩下那么几家军火供应商 其他的公司在激烈的技术竞争当中 要么被减并了 要么破产了 在无人机方面 美国曾经也是追求高大上的 高空无人侦察机RQ-4全球鹰 单价要2亿美元以上 台湾购买的MQ-9B侦察无人机 每架价格5000多万美元 MQ-9攻击型无人机便宜一些 但也要2000多万美元一架 即使这么高的价格 美军也装备了300多架 不过这些昂贵的高空侦察无人机却很脆弱 一旦被发现 现代防空导弹和战斗机能轻松击落他们 所以可以预见 他们是很难进入交战空域执行任务的 除了大型无人机 中小型无人机也将面临着很苛刻的作战环境 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无人机的防御问题了 有需求就有研发的动力 专门针对小型飞行物的雷达和探测器 如雨后存损般涌现 针对无人机的防御系统也成了热门货 电子反制装备 自行高炮 小型防空导弹 激光武器等等 五花八门 研发既便宜又有足够生存能力的无人机 就成了重要课题 美国陆军2018年提出了未来战术无人机系统 就是要用成熟技术打造庞大的旅机单位 使用的无人机机队 今年2月选定了五家承包商 美国陆军要求未来战术无人机系统不依靠跑道 具备垂直起降能力 以及可以快速部署的无人驾驶飞机系统能力 最先被选中的是加州空军公司的 跳跃20无人机 用于替换RQ-7侦察无人机 其他候选机型还包括 马丁无人机与诺斯洛普·格鲁曼合作发展的衰尾手 德士隆AAA团队的空中探测HQ L3Hurris无人系统部门的FVR-90 以及空中环境公司旗下的大脚型无人机 今年2月24号 美国宣布了20亿美元的队屋军事援助当中 就包括了跳跃20无人机 跳跃20是一种垂直起降战术无人机 用4具向上的小螺旋桨提供胜利 最高飞行时速92公里 可以执行超过14小时的监视任务 做人半径大约185公里 跳跃20可在60分钟内快速组装起飞 并配备先进的全天候电光和中波段热成像设备 可以有效地追踪地面或水面上的移动或静止目标 除了美军乌克兰是第二个获得跳跃20无人机的国家 台湾也无偿获得了一些跳跃20 用于执行台海侦询任务 这次俄乌战争中 巡飞弹成了前线作战的重要精准打击武器 有俄国的柳叶刀 美国提供的弹簧刀和凤凰幽灵等等 巡飞弹是一种能够在目标上空寻衣飞行 待机执行攻击任务的新概念弹药 以色列周围敌人环似 游击队更是经常出没 为了加强对机动目标的打击 以色列非常重视巡飞弹的研发 拥有哈比英雄绿龙等多个系列的巡飞弹 上销海内外 俄国的柳叶刀就是模仿英雄巡飞弹 英雄系列是由以色列的UVision 和德国莱茵金属的意大利子公司联合开发 采用双十字弹翼 头部是电光转塔 发动机在尾部 英雄30和英雄120 可由单兵携带的发射管发射 英雄30重3公斤 采用电动发动机 最大射程40公里 巡飞时间30分钟 战斗部重0.5公斤 英雄120巡飞弹重12.5公斤 设计用于对付近距离上的建筑物 和装甲目标 战斗部重4.5公斤 俄国柳叶刀模仿以色列的英雄系列 但是需要用弹射器发射 拥有较大的战斗部 一发就能够摧毁装甲车 火炮等重型武器 补强了俄军缺少精准弹药的短板 柳叶刀三型 实际攻击距离在20公里以上 战斗部达到了5公斤 和一枚82毫米迫击炮弹差不多重 美国目前生产的巡飞弹主要有弹簧刀和凤凰幽灵两个系列 弹簧刀也是由发射管发射的 平时机翼和尾翼都是折叠起来的 看起来像一颗排气炮弹 弹簧刀发射出去之后 机翼打开 用电动马达驱动后部的螺旋桨飞行 弹簧刀300重不到2.5公斤 相当于飞行手榴弹 航程近10公里 弹簧刀600重23公斤 航程约40公里 专门用来摧毁装甲车或坦克 凤凰幽灵的信息并不多 只知道它对于中型装甲地面目标的攻击非常有效 它可以在空中停留更长的时间 大约可以飞行6个小时 同时可以垂直起飞 由于装备有红外线感测器 因此可以在夜间运行 这次俄乌战争中大出风头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 美军并没有装备 主要因为美军一般拥有空中优势 还有大量的精准弹药和导弹 所以对于航速很慢 容易被拦截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 美军就没有什么兴趣 巨飞弹作为较小作战单位的支援火力 在缺乏空中支援和地面重型火炮支援的情况下 还是能够发挥不小的作用 美国未来也应该会大力发展的 除了廉价的中轻型无人机 美国也重视开发 具有AI自主飞行能力 并可以大量消耗的无人战斗机 长期负责太平洋空中力量部署的西诺特中将 最近谈及针对中共的军事威胁 需要大量低成本可消耗性的飞行器 哈诺特将军近期正与美国智库兰德公司 进行一项无人机的战术模拟研究 而模拟的情境之一就是台海 他说这项研究在台海情境中的战术核心 就是低成本可消耗性飞行器技术 这类战机体积较小 能搭载现成的感测器 并在空中高密度部署 即便遭到攻击 也不至于摧毁整个作战系统 这类战机的单机平均造价 大约50万美元左右 但中共发射一颗防空导弹的成本 至少上百万美元 大量部署这类战机 不只能够长时间监视中共的船舰 又能够降低人力成本跟战损 就像会飞的iPhone 使它的作战可行性大幅提高 现在的无人机还不能够做到智能飞行 几乎都需要操作员全程操控 这既需要大量的人力 也导致飞机非常脆弱 很容易被干扰而失控坠落 低成本可消耗性飞行器的技术 包括自主飞行能力 美军正在全力发展的空中博格计划 将让无人机拥有全自动飞行和接战能力 不会过于增加操作员的负担 西诺特将军提到的可消耗性飞行器的代表 正是美军近期采购的 XQ-58A女武神无人战机 还有波音公司为澳洲开发的MQ-28A幽灵蝙蝠 女武神机长9.1米宽8.2米 悬航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882公里 最大航程约5600公里 最大飞行高度14000米 机身采用了隐身射击拥有内置弹舱 2019年3月首飞成功 女武神将充当武器载台的角色 执行最危险的任务 如防空网的压制或深入敌境打击的工作 女武神拥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优势 就是造价目前只要300万美元 未来大规模采购以后 更可能压到200万美元以下 是F-35战机的四十分之一 也就是美国空军少买一架F-35 就能够多买40架女武神 能弥补现代战机过于昂贵 无法大量采购的缺点 为了压低造价 女武神采用了多种策略 首先是大量使用商规的技术 以军民合用的方式来缩短研发时间和采购成本 其次是使用比较便宜 受限较短的零件 过去的飞行器被迫采用精密安全的昂贵零部件 是因为机上有飞行员 但无人机并没有这个问题 此外 女武神使用滑轨用助推火箭发射 在任务结束后再以降落伞回收 这除了能简化起飞和降落系统 更重要的是具有极大的战术弹性 可以在任何地方部署 女武神已经与美军的F-22和F-35野生战机 一同进行了飞行测试 测试有人战机与无人战机之间的协调性能 今年7月25号 使用人工智能软件的女武神 还成功进行了试飞 这次试飞是为了验证人工智能代替驾驶员 执行现代空对空和空对地任务成为可能 试飞持续了三个小时 波音的MQ-28A60蝙蝠 以前被称为中程辽机 机身长11.6米 最大航程可达3700公里 可以与F-35或者是F-16 FA-18战机搭配出击 在接获掌机指令后 可由机内的AI系统 自行控制飞机路线和战斗方式 美国未来的主力战机F-35 可以通过传感器信息的网络化共享 将大量能够自主飞行和作战的 AI无人中程辽机 纳入空战编组 实现包括隐身 电子攻防作战 空对空作战 空对面打击在内的 网络一体化作战 战术上的影响必然是颠覆性的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今天我谈的很粗略 希望大家留言讨论 请继续关注马克时空 咱们下期再见